家里没瓦斯一通电话 就有瓦斯行人员 拖着瓦斯桶送上门 这是许多人的日常 不过却有民众控诉 叫瓦斯叫出一肚子气 回文写下 瓦斯行说我太久 没叫瓦斯没转头 上次多收我200 事隔没多久 再叫一桶要多400 这样合理吗 但贴文底下也调出 当时瓦斯行业者出面回忆 业者表示这名顾客 一桶瓦斯用了两年半 通常只要使用超过三个月 客人就需要负担 瓦斯钢瓶的定期检验费 所以着收500元 加上瓦斯原本价钱 取诊数着收1100 电价认为很合理 其他瓦斯行业者 也表示本来就是这样 过去它桶状的部分 我们如果送去送紧 它最少要加差不多 费要350块 就是我们人工跟成本的花费 如果你用的量很少 那我就建议你用最小桶 要不然你一用 两年后我才交一桶 那轮转率不够 我就没有办法赚钱 业者表示购买钢瓶和定期检验 都需要成本 要是瓦斯桶没有不断流通 重复贩卖瓦斯 根本划不来 但消保团体表示 定型化契约规定 要超过一年以上 业者才能加收检验费 但要是多收也没罚则 民众只能在叫瓦斯之前 先问清楚 避免发生争议 本期视频宣传媒 孙女丽张华报导